iPhone 6s缩小版传出今年3月要发布开卖的4寸iPhone 5s1 销量上看3000万只 但受到美农地震影响 恐怕连同小米以及非苹果手提电脑等新品供货都会受阻 主因是位在南科的台积电14A厂14B厂一度生产线受损 目前虽然已经全面复工 但本季出货量影响1%等于2万多片晶圆 预估地震受损晶圆约5到6万片 加上连电12寸产能也在地震中受损 还有中心北京厂先前无预警断电 恐怕引爆市场客户极强12寸晶圆产能 这次强震受影响的不只是台积电 群创也是受灾户 强症灾损法人估计高达20到30亿 年前才借华文的订单 主要生产5寸HD手机面板的5代线5厂烟水 而财经5.3代厂也受损 市场5寸HD面板供货恐吃紧 6代厂设备也受损严重 无法生产还得等待修复 主要生产39.5寸电视面板 供应三星大陆六大品牌 由于群创是39.5寸电视面板 全球唯一供应商 市场担心年后供货吃紧 全创14号发布中讯 受地震影响较大的产线 预计一个星期内可以恢复生产 一场地震 让南科电子大厂损失产重 让电子供应链市场震出一身冷汗 记者是小贝陈嘉豪 台北报道